国立国富纪念馆于1972年落成 位于台北市市役区仁爱路四段 由国内知名建筑师王大宏先生设计 并于2019年5月3日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定为 直辖市顶古迹 主要理由戏本管为台湾光复后 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 由国内重要知现代主义建筑师王大宏所设计 其建筑整体平面格局 四周回廊 屋顶飞檐 正门入口处屋檐起窍等形色特色 塑形出现代主义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精神之风格 为台湾现代建筑师发展过程之经典作品 建筑形貌与户外广场之整体环境景观 已成为台北市重要之城市空间视觉意象 王大宏先生曾云国富是一位革命者 所以纪念他的建筑必须创新 而他的为人与生活特色在于朴实与简单 所以这座建筑不应俗气华丽 必须庄严中带有亲和力 中国传统建筑是东方建筑的代表 而中国建筑现代化后 发现许多元素乃原字书法的演化与概念 本馆建筑的四个脚起跳 即是从书法人字转换而来的设计思维 本馆建筑结合红砖 黄瓦 绿森林的元素 加上仿唐峰之黄色流线形的屋顶 起跳延伸入苍穹的屋檐四角 入口异象的上扬眼口 清水砖外包珠红色钢砖 凿失自工法的两柱 柱子和两边角135度切角的关怀 四周回廊落柱旁的扑植座椅 美人靠式栏杆扶手的温馨设计 门宽与高一比四比例的瘦高 庄严大器与杖红色之建筑特色等 处处彰显国父朴实简单与清合力的特质 译成如其所书博爱二字之含义 以上是记者谢宜云 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采访报导